大家好,今天我来介绍一下中国的各数数起源 当然我这是大概的说一下,讲的比较粗糙 反正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来讲,可能有一点偏差 反正姑且听之吧 那么先讲一下它的源头吧 公认的是易经为源头 这其实不算的 一般来讲源头是第一个出现的叫源头 易经肯定不是第一个 但是它的名气最大 因为它是被孔子所修传过的 读书人嘛 把它列为是五经之舍 诗书礼义春秋 那么易经它分为什么呢 连三义 以及归长 还有周义 连三和归长已经失传了 只剩下周义 那周义就是周文王所创嘛 史记当中记载啊 文王巨额演周义 就是周文王 求竟在游礼的时候创立的 他是周朝嘛 那比他早的呢 那就是齐蒙顿甲 这个应该也听过啊 还有这部电影啊 好多部啊 香港拍的 齐蒙顿甲 说是九天旋旅传给了这个皇帝 当然这个听一下就好了 但是他创立的时间应该是皇帝时期 皇帝占池油嘛 今年苦未休 皇帝 然后利用这个齐蒙顿甲打败了赤友 那么皇帝当时啊 简单的说一下吧 他用的齐蒙顿甲 他最早运用在就是兵法上 打仗的运动嘛 他分为一千零八十局 到了这个江子牙 江子牙 现在也有古兵法当中也有这本书的叫六涛 文涛五六的六涛嘛 当中他也有运用 把它删成了七十二局 那么江子牙后来传 又传到了这个黄石公手里 黄石公嘛 黄石公就是张良的师父啊 就是那位晚上让他去桥底下找鞋子的那位啊 这个黄石公 黄石公传给了张良张脂肪 把它删成了这个阴阳 合起来阴阳十八局 一共十八局 就是十八个局嘛 那么现在其实很多了 就是中国的港台啊 那么日本呢 就是没有了 在中国还留有这个一千零八十局 最原始的局 在四库全书啊 当中有 我也看过 就是保存的一千零八十局 这个讲的比较多 就不来多说了 只不过说一下 中国还是一直有传承的 现在日本啊 它是从唐朝 前唐使的时候 带去了一些这个书籍 它也发展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 跟中国的 现在中国讲的就不太一样了 当然也相通了点 这是七门顿家 然后是大六愣 大六愣 这个应该也是差不多的这个时代 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虽然我也学过一些啊 学过一些 后来忘记了 不怎么用啊 这个任何事物都是不断练习的 大六愣的话呢 它是用来测人事的 测人事 要用的 不用的话就要荒废了 那现在的用的人也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繁琐 这东西比较多 被这个六愣挂取代了 六愣挂嘛 就是用硅壳啊 里面几个铜板 摇出一个挂 类似这种 因为大六愣 这个它是测人事的 当然还有太乙 太乙神术 它的起源时间呢 就不好说了 反正据说是 和契门差不多的这个时间 太乙神 还有是太乙神术 那太乙神术的这个 它的名头是谁 借由谁创立的呢 那么 契门遁甲说是九天玄女嘛 太乙神术呢 就是太乙真伦 就是哪吒的师父啊 太乙真伦 太乙旧苦天尊 道家的 这是测国家大事的 国家大事 现在也有一些人 有 据说也会 看了一下 好像也就是那回事情 测国家大事 听听就好了 那么大陆人用的也有 也有 只不过这个 不是那么多 或者说 不是那么普遍 最普遍的是六邮嘛 六邮就是金钱挂嘛 它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应该是从这个汉代 西汉 金房 金房 创立的 不能说创立吧 只不过完善了一些理论 他写了一本书叫火株林 火株林 只要懂一点数数的 应该都知道 金房所创 他这个装挂 讲这个就比较繁琐了 就是西汉金房所创吧 那 这是六邮了 那八字呢 可能中国人嘛 我的八字怎么样 命格硬不硬 他叫做四柱八字 也叫子平八字 徐子平嘛 他的起源时间 据说是汉朝 但是他真正有系统性的论命 应该是从这个唐朝开始的 唐朝 李徐忠 李徐忠 发展的 当时李徐忠 他有李徐忠秘书嘛 他当时的理论呢 就是根据年月日 就好了 没有事成的 就直接论的 而且呢 是以年为自己 现在的都是以日嘛 那么以年为自己 不一样 到了这个宋朝 北宋的这个 北宋末年 徐子平 发展成了 这个年月日式 真正称了八字 以前叫做这个四柱 算是 论命书吧 因为只有年月日 他只有六个字 到了宋朝的时候 年月日式才有 才有真正的八个字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从宋朝开始的 去指评他 写了一本书 叫做冤海指评嘛 对吧 应该都听过 这是四柱八字 还有这个 紫威斗树吧 紫威斗树 紫威斗树 应该很多人也听过 他创立的人呢 是谁 应该是宋朝的 成团老祖啊 成团老祖啊 成团 团子是这样的 一个提手旁 一个砖 成团 他是谁 据说是谁传给他呢 好像都有一个 所谓的 西渊人啊 西渊西渊的人 给他的啊 什么九天玄女传给 传的是这个 西门顿甲啊 这个 太乙正人传的 太乙神术 那么成团呢 是谁传的 是吕洞宾啊 能教教主啊 能教 因为 看过 丰盛榜的 都知道啊 里面有什么 残教啊 结教啊 能教 其中能教 就是吕洞宾啊 吕洞宾是谁 他是以谁为这个 一卖的呢 就是太乙老君 反正就这个意思啊 成团 创立了这个 紫威斗树 紫威斗树 现在的门派 他有三合派 也有挺多的门派的啊 还有 西方啊 就是西方有所谓的星座 那中国有没有 也有 叫做这个国老心中吧 应该叫做 其正四语 其正四语 也就是中国的所谓的星座学 或者说这个占星吧 他是谁创的呢 国老 因为他 他写的本书嘛 叫国老心中啊 应该是这个星啊 星星的星啊 就是八仙之一啊 张国老 唐朝的 又是唐朝 又是唐朝的 张国老 所创 刚才讲了一个大六论啊 大六论 还有一个小六论啊 小六论 现在中国用的比较少 在日本比较少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传到 从唐朝开始 传到了日本 日本的这个安倍勤明啊 有阴阳师嘛 阴阳师应该都知道吧 安倍勤明 他用的 他发展了 日本的那一套 小六论 现在也有 就是他们的婚伤嫁娶 就根据小六论来的 什么吉利啊 这个今天是适合结婚的 根据小六论 小六论啊 七真四语啊 刚才讲了一下 那 中国的所谓的起卦 刚才讲的这个卦 就是六摇卦嘛 六摇卦就是金房嘛 刚才说了一下啊 那是用金钱 就是铜钱嘛 有个卦 龟壳 那个摇 还有呢 这个抽签 抽签就是观音签 那些签吧 抽签 什么64签 上上签啊 下下签 这个签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从元朝 元朝开始的 抽签 上上签 下下签 这个意思啊 那还有一些这个论命方式 或者占卜方式呢 比如说是 这个梅花艺术 梅花艺术 这个认为是北宋 又是北宋的 北宋的少雍 少雍所创 北宋五子嘛 雍字怎么写的 忘记了 雍正的雍吧 应该是 少雍 什么张仔啊 周敦仪啊 爱莲说嘛 周敦仪 陈仪 陈昊 这个少雍 少雍所写的 梅花艺术嘛 就是他所创的梅花艺术 梅花艺术 起划方式非常的简练 这个有好多人说 我会梅花艺术 当然你会的 只不过是 所谓的什么体课用 用课题 就这些 这个太简单了 还有 那风水呢 风水呢 风水讲一下吧 风水它的这个 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 但周朝呢 可能 但曾正成体试的 然后写了一本书的 是这个诗境的 诗境 就是 东汉末年 然后分三国嘛 归为境嘛 诗境 郭普 郭普 写的本书叫做藏经 藏经嘛 就是安藏 咱是怎么去看 当然 到了南北朝时期 也有一些 到了南北朝时期 又发展成了各种门派了嘛 现在的风水 也分成所谓的主流的嘛 什么玄空啦 三元啦 三河 什么遥光 遥边嘛 应该是遥边 遥边 八载 大致是这些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 什么过路阴阳 什么金寒玉境 一堆啊 什么过路阴阳 这个金寒玉境 大致这些了 什么玄空三元 这些风水 这个门把很多 刚才这个大六论 我想起来了 应该是从南北朝 也是从南北朝 开始创立 也是应该是南北朝的 这个我想起来了 学过学过的 南北朝的 南朝北朝 至于说是具体哪一个时期呢 这个也不清楚了 这起源于大六论嘛 应该是南北朝的 忘记了 现在用的人也有 但不是很多 因为他那个比较繁琐 如果说是那些繁琐 都还不如学这个 奇门遁甲好 对吧 奇门遁甲 当然也多了啊 他分为天地人神盘 什么八门九星 奇门我简单说一下吧 他分为理术奇门和法术奇门 就是理术奇门和法术奇门 理术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现在主流的嘛 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就是理术嘛 那法术奇门是什么呢 要踏钢不斗 就是要什么摆这个坛 祭坛 就可以理解为是那种 茅山道法嘛 摆坛啊 根据什么时间 六丁六甲 比如说这个三国演义当中 诸葛亮 借东风 他就是这个法术奇门 根据那个时间点 借着来东风 有人讲了 他本来就有的 是的 那么他只是吹动这个效果 更好一些 叫做法术奇门 六丁六甲嘛 当然现在用的人 是很少很少了 认为 如果真的有的话 都会认为说 这是骗人的 神棍 这一些 但法术奇门一直都存在 在极其隐秘密的传承 相当于说这个 秘密 机密一样的传承 也有 只不过是很少很少 这些概率非常的低 好像讲的都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手面箱 手面箱的话 这个怎么说一直都有 那我讲一下 大致说一下这种 面向这些门派吧 他有柳庄相法 马医相法 应该是 马医相法 柳庄相法 应该是金角 金刀吧 金刀相法 各种门派吧 也吃挺多的柳庄 金刀 以及马医 马医就赖不医嘛 南宋的赖不医 马医神像 大致这些了 至于说他这么传承 应该真没办法 真没法考究了 这就是首相的话 西方也有 现在西方也有 什么是生命线 这个 生命线 智慧线 中国的话 是根据什么五行八卦 老一套嘛 好 最后说一下 最后说一个叫姓名学 姓名学 姓名学 中国传宠 应该是没有的 那他怎么来的呢 是从日本进口的 是从日本进口的 日本的这个 雄骑士姓名学嘛 雄骑士 姓名学 日本都 中国传统 没有的 没有这个姓名的 好 只是大致的说一下 刚才讲了一下 太乙 太乙神术 六大六嫩 齐门顿甲 四柱八字 紫微斗术 梅花艺术 当然还有铁板神术了 铁板神术 铁板神术 就用算盘 用那个算盘 把那个算盘算出 你的老婆是怎么样的 你的这个家里的人 他的属相是什么 类似这种吧 当然这个我就不会了 我只是了解过 铁板神术 紫微斗术 梅花艺术 三大神术 对 三世 就刚才所说的 太乙 大六嫩 齐门 然后铁板 现在主流的话 就是四柱八字 也就是 子凭八字 还有紫微斗术 紫微斗术 都比较少了 因为他 以前我学紫微斗术的时候 是 哇 要起一个举真类啊 要起那些 心都这么不 现在很方便 一点 出来了 软件一点 出来了 当然他分为什么 中州派 各种派 这个就不来 细讲了 我只是大致的说一下 中国的数数起源 数数起源 蛮有意思的 了解 作为中国人 应该感觉要了解一下 不管真与假 你就算 这个是假的 骗人的 他能够骗一千多年 几千年都骗下来 肯定有他的道理了嘛 对不对 好 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